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长白 三彩融合促发展 振兴路上已飘香 在前安 东东咸学技术 科技要先行 农民培训专家王立文做客演播室 为您解答就业创业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本节目由一立峰顶不突尖 自干自业高亢岛的盈域688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天夫化肥赞助播出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农民培训专家 王立文老师 王老师好 董你好 大家好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说到前两天降雪天气的影响 我省迎来了大面积的降温天气 这种降温降雪的天气 对于彭氏蔬菜的管理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专家提示 彭氏管理需要格外注意 雨雪天气 亦导致蔬菜大棚内低温 弱光 高湿 使植株生长缓慢或停止生长 极易造成病害的爆发和流行 此时管理十分关键 对于什么 我们秋燕后秋冬茶这种 像果菜类 豆角 还有茄子 还有辣椒 还有黄瓜这一类 它不仅仅是温度低的问题 还有一个长时间这种寡照 也是光照越来越弱了 光照时间短了 所以这时候容易导致生长不良 光照少是冬季摄氏蔬菜生产 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种植户应该采取措施增加设施内光照 坚持清洁磨面 清除磨面灰尘和积雪 注意及时落腕并摘除病液老液 增加通风和透光 有条件的还可进行人工补光 这几类蔬菜基本上都属于洗温的蔬菜 因此首要一个就是注意 烹食的温度 尤其是持续的降温天 适当地加强保温 必要是进行临时的增温 温室生产可以门口建造缓冲间 防止冬季冷风渗透 并在温室门外侧设置门帘 内侧设置磨围 防止出入温室时冷风长驱植入伤害作物 严冬季节 日光温室的保温覆盖物 应严格控制接盖时间 上午卷起保温覆盖物后 以室内温度不明显下降为宜 下午室内温度降至20度时 放下保温覆盖物 尽量减少夜间热量散失 专家提示 秋盐后蔬菜在阴天的情况下 可能出现病害 可在雪前进行有目的的预防 春提早秋盐后 是菜农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 那么王老师 菜农朋友如何掌握好提早和延后的时间 来增加经济效益呢 现在咱们冬季里这温室 关键是要是有了温度以后 就搞这个食领蔬菜 尤其是现在 就是先给它 这边就预着苗 那边就定着值 定着值了 再预苗 再定值 再预苗 这样的话就给它错其播种 然后一查查这小菜就出来了 现在整个冬季呢 在咱们这超市里面怎么大家都看到了 像香菜呀 剥菜呀 还有生菜呀 以及好多好多的小葱啊 小白菜呀 这是相当的 相当的叫做什么呢 市民最喜欢的一些个冬季的小蔬菜 价格也很高 所以我们冬民要是冬天这个大棚里头 最好种这样的食领蔬菜 然后错气播种 然后不断的 源源不断的 就有一些蔬菜上市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能赚到钱 那在过去呢 在咱们东北冬季就是冬咸的时候 那很多冬民呢 现如今通过棚市生产 把冬咸变成了冬芒 那么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 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增加经济收入呢 其实按照这种生产规律的说 一年四季当中 就哪一个季节是深加工的季节呢 那么就是冬季是加工的季节 所以我们冬民朋友把粮食 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类 都拿回来了以后 冬季里呢 就应该开始动手干嘛了呢 开始搞加工 你家种萝卜了 现在就可以做加工咸条了 你说你种土豆了 你就可以把小土豆磷了等等 做成蔬菜了 那么做成咸菜了 你要是说种了地瓜了 那么这冬天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地瓜梗啊 等等开始做咸菜 这些都可以 那么你要是做的 好比说是有很多很多的五股杂粮 你就给它配到一起 做些八宝粥的米啊 这样那的 那这样都整整理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卖了吗 我们再搞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设备 把它装上一个袋 然后你没名字 然后你没名也没事 现在在咱们本省卖的话 现在你没名也没问题 但是你可以进到那些个农 就是说的农贸市场去卖嘛 所以现在我们农民不要呆着 那就是说有点时间 把你家里头种了啥玩意儿 都琢磨着把它加工出来 实在没有什么加工的 那你现在包米盖子有的是 包米叶子有的是 你可以找这些能人教你们学一学 这个像包米叶子的编织啊 包米盖子做画啊 包米羊子做雕塑啊 等等这些都完全可以的 所以不要就是说 我们要把过去那种冬贤变冬芒 把过去的懒惰变成了勤外 这样的话家家都有收入 所以我们整个东北二周 都忙起来的话 我想小日子也过得非常好 好 感谢王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冬瓜一般被认为是大落货 在市场上的当菜卖价格也不高 不过湖北省石首市的 蔬菜种植户刘少志却说 他种植的蔬菜种类里 冬瓜是最赚钱的 马上就要到冬瓜大上市的时候了 刘少志最近经常回到田间 查看冬瓜的涨势 预估一下今年的产量 这个瓜有30多斤 大概能卖多少钱这个瓜 这个瓜能卖10元钱左右 据了解 刘少志的合作社 今年种植了800多亩冬瓜 前段时间小批量上市一部分 卖价是三毛多钱一斤 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价格了 而这样的价格不是年年都有 在刘师傅大面积种植冬瓜的第一年 就遭遇了市场寒冬 刘少志介绍说 冬瓜可以进行粗放管理 是一般种田大户的首选蔬菜品种 冬瓜虽然产量高 但市场价格有高有低 增产了也不一定增收 不过刘师傅一个金点子 能保证每亩冬瓜的效益 像我们现在要赚一个1500块钱一亩的 那是什么样的金点子 让种植冬瓜的效益得到了保证呢 在刘师傅的合作社里 记者见到了一条生产线 这就是专门用来加工冬瓜的 我们这条生产线的话 日加工差不多是15万斤左右 周边的冬瓜你们也收吗 也收购 如果说市场行情持续走低的话 我们这边也会搬农户收购过来集中加工 一条生产线能把冬瓜充分利用起来 以往不欺眼的冬瓜皮 冬瓜籽都能卖出好价钱 冬瓜肉我们一般是把它加工成 那个冬瓜绒做食品原料 这个冬瓜皮呢我们是作为药材 冬瓜籽呢也是作为药材 冬瓜皮是7000 那个冬瓜籽加工以后是8000一吨 一个冬瓜三种产品 一亩地种两茶冬瓜 每年估计能采收10吨 按7吨冬瓜加工成一吨冬瓜绒 市场价每吨5000元计算 仅冬瓜绒一项 刘师傅一亩地就能进涨7000多元 市场价格好就直销市场 价格不好的时候则加工储存 这也减少了冬瓜上市面临的市场风险 把那加工成冬瓜绒 使冬瓜的价值可以达到一毛七左右一斤 这样一来我们种植冬瓜 就不存在亏本的风险了 冬瓜这类蔬菜通过加工延伸了产业链 提升了附加值 可以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保证蔬菜基地的平稳发展 在刘少志这里冬瓜进行了深加工和分类 冬瓜绒作为食品的原料 冬瓜皮和冬瓜子做药材 那么这样的分类销售咱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 像我们的东北农民呢 都可以上南方的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 我们东北农民就可以上他们去学习 比如说就一个马铃薯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嘛 所以把马铃薯的皮呢 可能把它加工粉碎以后 它对皮肤病还是很有利的 是吧 也对美容也很有利的 那么可以把这个土豆呢 做成土豆泥 土豆泥粉 那么也可以做成粉条 这些都可以分开 就一个包米你都可以做成几十种 也可以做个大茶子小茶子 也可以做成包米面 也可以做成淀粉 最后的最高级的深加工 就可以把一个包米面再加工成的是爽深粉 这个爽深粉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好 所以就一个包米也可以 那你把包米握着 你还可以加工很多的产品 你把玉米羊子和除了做糠泉等等 还可以做雕塑呢 是吧 那么还有包米盖子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个锅耳瓢盆等等 压缩还能成 然后把包米盖子做画也可以 包米糊子我们还可以做成 演技 那么制什么痛风等等 就是包米鸟都完全可以 又可以做一些个物内的装饰品 所以就是说我们农民呢 就现在是怎么呢 就像把思维方式给它打开 格局给它放开 然后研究每一个东西它都有用 就是今天我说 他说啥没有 我就种黄豆 种黄豆 你把它除了加工油 除了加工了饼 把饼再粉粉成蛋白粉 完了然后把那叶还能加工成大豆蜜呢 所以就看你 还有豆制品呢 所以就看你的脑袋活不活化 就看你勤不勤快 所以我们东北农民 要想把这个收入提高一点的 就得打破原来那种生活方式了 然后呢 都积极的把这思维放开了 然后去琢磨去 不管咱们手中有啥 咱们都琢磨着 让它增加一倍 两倍 甚至更多倍数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 我们东北农民不就多富有了吗 乡村的企业不也就搬起来了吗 乡村振兴也就不愁了吗 的确同样一个品种 不同的种植方式 不同的销售方式 收益也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农民朋友来说 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和平台 来增加更多的经济效应 哎呀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渠道 现在好比说 我们现在信用职业能培训的时候呢 让他们出去参观 带他们出去参观 那么有的农民参观回来以后 人家就开始动手了 你像有一个养驴的农民 人家把这个驴肉 驴皮 连驴蹄子 人家都做成这个挂画了 都做成吉祥物了 人家参观回来以后 把芝麻 人家都变成了芝麻开花结结糕 该都卖钱了 根都卖钱了 责也卖钱了 再深加工都卖钱了 就是说 我们这些农民要找一些渠道 第一从网上学 第二去找各种的陪伴去学习 然后呢 回来以后就动手 关键学了不用不行 学完了都动手 动手以后呢 琢磨着 今天可能琢磨这样 明天可能又有个新的发明 又有个新的创新 这样的创新创意 不断的来回 这么这用着 就能把这个事业就能搞得很好 所以就得多琢磨 多学习 多出去走 多考察 然后呢 多实践 然后最后就能够成功了 所以这是我们东北农民 现在继续要做的这些事情 好 感谢王老师的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在长白 三彩融合促发展 振兴路上米挑香 在前安 东咸学技术 科技要先行 乡村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长白县十四道沟镇 安乐村 一坨稻米种植产业 发展稻米加工 自产自销 实现了村民的增收制服 眼下正值稻米加工的紧张时节 在安乐村的稻米加工车间里 处处弥漫着稻米香气 我们安乐村以种植大米为主 这几年呢 我们村的集体呢 购置了一台大米加工设备 这样呢 既方便了我们的村民 同时呢 还帮助了周边的村民呢 加工大米 车间里畸生融融 村民们正在筛选 融骨 抛光 碾白 装袋 大家有条不紊地 完成每道工序 设备的更新 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加工效率 还让村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老百姓确实方便 然后呢 加工的还干净 人还省力 确实好这个亲戚性 据了解 安乐村位于14道高镇最西端 幅园面积12.5平方公里 这里空气清新湿润 昼夜温差大 适宜水稻的生长 今年安乐村水稻产量 约为30万斤 现在的农民已经从单一的种植发展城 及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生产模式 那么这样的形势下 我们如何做好 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来促进增收呢 现在对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的话 农民现在都有了认识 因为咱们也有很多的职业农民 经过学习以后 他们也都认识到了 像水稻这一块 一产我们就是把这个稻的育处来栽下去 然后收获了 那么你二产是把大米就压成块了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工艺 如果说我们在栽稻的时候 把稻田画给它栽进去 然后这就是个三产这块 学生啊市民啊 还有那些个人 就是购米的这些商家呀 都一起来 好像举行了个查阳节 这就是三产了 然后呢 让学生们在稻田地里 查稻田画 然后这边就开着这个节日 那么你购买大米的商家呢 到这边来签单子 所以就这一个节日 你就能签出去多少万吨的 这样的大米来 所以这是稻田画 然后呢 加工后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 就那个茶口还有花 就说要是做个稻田画 不仅春天的参观 都那个一年都能参观 所以这样的话 学生们也能不断的来观察 他们所查的话什么样 所以不断的有人来 不断的有人定制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产业就就大了 好比说我们的大米非常好吃 大家认识了以后 就开始来认定你稻田了 定制来了 说这块地我就用了 我这常年累月 你就供我大米就行了 这不私人定制的话 还省得你销售了吗 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 是山产服务的这样的渠道 所以都可以用 咱们敢说是大米 其他植物都是一样 你种的果树也好 你像葡萄也都可以私人定制 草莓地都可以私人定制 现在有很多的私人定制 就养个猪都是私人定制的 还养牛 现在都有私人定制了 说我一看 通过这个现在可视 叫做可视化 这个农业生产 然后通过可视化 一看你这个牛怎么养的 一看这个牛肉了等等 都非常安全了 你说这些头牛就是我们的了 有的大型工厂 大型企业 都在来搞私人定制 都属于三产来的 所以我们农民的话 现在如果说 这个思路放开了 那么这个市场非常广泛 估不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这个米除了的 就出加工状态 这都不行 所以与我们的三产的服务业 结合起来 一二三产业 一融合好了 钱不是一倍 有的甚至二十倍三十倍 像我们种胡萝卜 你把这个种的水果胡萝卜 然后再把加工的小段段 那么一段就卖出你原来 那么几根胡萝卜的价位 所以在个网上一宣传 一个人大家就来到你这里头了 然后我们再采 我们再采摘这个胡萝卜 在到工厂去参观 你这胡萝卜的加工过程 所以就是这胡萝卜都能卖得很好 关键就是我们种这些东西 一 质量 二 那么第三 那么独特 那么特色的产业 有了特色的产业 三产融合就很好融合了 好 感谢王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日前前安县教职中心 举办了职保无人机 专业技能培训班 来自各乡镇80余名学员 却到了一技之长 在事外实操训练现场 记者看到 学员们正在操控职保无人机 通过几天的模拟演练 学员们提高了对无人机的重视程度 今天我种了40场地 已经使用这个职保无人机 职保无人机能够精准高效的喷洒药物 使我们的作物能够增产增收 据了解 此次培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室外实操训练 涉及飞行器设置 雷达设置 PTK设置 飞行器规划等内容 从理论知识到模拟演练 到具体实操 全流程 让农民朋友在农前的时候 多学学技术 通过此次培训 学员们提高了无人机操作技能 也在种植和养植方面交流了经验 听说王老师 您最近也忙着农民培训的事 那么近期有哪些培训班可以参与 想要参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现在这11月和12月 有很多的培训班都在办 我刚才才回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 好比说 现在我们是不是实行保护性工作吗 那么免耕这块的机器的使用 就跟原来的机器它就不同了 因为有的是GPS定位的 这样的大型的现代的机器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 原来搞农集的农民 他们就要想学习这样的类的知识 所以咱们就针对这样的 也开展了现代机器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学习 还有的农民 哎呀我们现在都搞深加工了 也搞加工了 卖不好卖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也要给他开了 像网红的培训班的这样的培训 还有的农民呢 说的我们现在就说 种这个鞋隔 因为种这结构调整了 还有种一些果树了 种些什么都不会 这样的话 咱们就根据你这块种什么果树 我们就给你办什么的培训班 还有的 说种蔬菜 种瓜 所以种瓜 第一不会加接 也不会加钱打岔 我们就根据这个 再办一些的培训班 所以这样有的经纪人 叫做经济管理人的培训班 也有合作社的培训班 也有农场主的培训班 也有技术的培训班 也有这个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培训班 所以你想干啥 我们就给你培训啥 现在这非常广泛 因为我们每年 七八九 十一十二 都是培训机 只要农民想培训 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 好感谢王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晚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 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通话的孙先生 想买畜牧用干草包 嘎巴溜溜脆 就一句话 也没说是牧草啊 还是节杆啊 也没说出价高低 这不是让人财闷的吗 谁有货 谁就帮他揭开谜底吧 联系电话是 159-4454-0870 福于萧家的小鱼树沟 有不老少的蔬菜要卖 其中大白菜三万多斤 芥菜三万多斤 还有包心菜和胡萝卜 这要是小食堂 想备点货啊 那可套上了 联系电话是 159-4888-6177 发布两条杂粮出售信息 松原江北的祥哥 打算出售六万斤高粮 联系电话是 130-6926-1110 黎树的朋友 打算出售 308花生果 联系电话是 150-0447-2422 至于是什么品种啊 价格高低啊 银铭没提啊 谁感兴趣的话 谁就自己搭个搭个吧 画店的宋方君朋友 自家种植杂粮 让人想不到的是 竟然还要大量的收购酥子 什么灰酥子 白酥子 紫酥子 斗行 来者不拒 看来是汤都销售的好路子了 至于是啥路子嘛 那人家也不能透露啊 谁家要是想卖酥子的话 就直接和老宋联系吧 电话是 135-7855-6764 吉林旺旗的养风姐 陈彦斌有大量的蜂蜜 打算出售 不论是断树蜜 百花蜜 黄百树蜜 都敢拍胸脯打宝票 咱这产品 准车 卖主还承诺 货不满意可以退货 运费由养风姐承担 看来呀 这底气十足啊 联系电话是 155-6825-9662 再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11月24日天气 长春晴转多云零下七到零下十四度 松原晴零下七到零下十三度 四平晴零下六到零下十六度 辽原晴零下六到零下十六度 吉林晴转多云零下七到零下十四度 通化晴零下五到零下十六度 白山晴零下六到零下二十度 延吉晴转多云零下四到零下九度 长白山直北区晴零下九到零下十九度 粮市主产区天气预报 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晴零下十五到零下五度 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多云零下十四到零下四度 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多云零下十三到零下一度 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晴零下十二到零上五度 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多云转音零下五到零上四度 准备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记者刘佳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最近有农民朋友打来电话咨询 说这个四轮驱动的拖拉机最近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前面的轱路只有一个转 后面的轱路也只有一个转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故障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到了12316的李彦老师 来给大伙做一个解答 这个不是故障 前一阶段我也接到几个农民打的电话 四轮驱动的拖拉机 而且马力都在100马力以上 应该在雪天拉雪本来是没问题的 可是它前轴里边就一个轮转的 后边驱动轮也是一个轮转的 整个拖拉机不往前走 那么它为啥不走呢 主要是它里边有一个叫做星星齿轮 农民广的叫牙包 前轴有个牙包 后驱动轴上也有个牙包 这个星星齿轮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在两轴的摩擦力都差不多的话 这时候四轮驱动往前走 当一根轴前轴 左边这个驱动轮和右边的驱动轮的摩擦力不一样了 就是假设 右车呢 这个摩擦力很大 左车呢 掉在一个雪坑里 它就是丝丝的仿线 这个前轴呢 不能带动拖拉机往前走 后轮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这样 一个呢 这个 于地里摩擦力很大 另一车呢 于地面的雪里边的摩擦力很小 也是呼呼就像仿线 老百姓叫做仿线 实际就是高速旋转 这样的话 这个拖拉机出现一个前轮 有一个轮转 后边呢 也有一个轮转 这是就是行行此轮都在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拖拉机上就都有那个插速器 把后边的左轮和右轮呢 用插速器把它连到一起 这样的话 它左右就能一起驱动往前走了 所以说这个不是毛病 也不是问题 就是在驾驶的杠当中呢 知道拖拉机呢 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性能 感谢林燕老师的耐心解答 希望林老师今天所有的提示 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好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吉林的网友明燕咨询 男孩初中毕业 学的计算机专业 现在想去深圳 某手机维修店 做学徒靠谱吗 这是倒是靠谱吧 深圳有的是那点 所以这点不行上那个点 那个地方就是一些手机 修理啊修服啊 这有的是哪 到那块可能能学的很好一些 那么如果是孩子要是太小的话 把出镜家长备住不放心 然后呢 让他找一些个安全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中介机构 然后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下面是华店的网友咨询 从现在到年前农闲的时候 夫妻二人找什么样的工作 比较合适 如果要是年轻一点的 现在工厂多着了 如果说咱们不带咱们本身干 可以上临近的城市干的话 现在至少有十几个工厂 要夫妻工的 所以他就可以到时候 如果要想要出去 拨打咱们12366 咱们给他一个介绍就行了 所以现在工资都高 马上要到过年了 很多人往回撤了 所以这时候需要人需要的多 四千 男生四千到四千五 女生三千到三千五 这样的工厂很多的 下面是昏春的网友 武大勇咨询 我们这招工去俄罗斯种菜 现在走可以吗 到那边打工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手续呢 那个时候你要是种菜这块 肯定是有一个中介机构给你做的 像劳务输出公司 还有这个境外计刑公司 或者是就是中俄办 过去咱们有中俄办了 像这样的公司给你办 按照赢家的要求 好比说在这个疫情这样的要求 都要求啥你做到了就行了 剩一半手续 按照人要求人就刷刷 整体就给你办完了 除去也行 因为现在如果到那块种菜的话 跟他们市民接触很少 那个俄罗斯的地步 所以跟那个市民距离很远 那么疫情可能传染的话 能稍稍能够差一点 下面是四评的网友咨询 我们这里有家政人员的培训班 毕业能给找工作吗 家政培训跟你说现在老火了 只要你去学习好了 你要如果是得到 好比说你是这个育婴师 还是月嫂得到证以后 你都可以吃中去上岗 如果就是家政人员的话 不用吃中上岗 哪家都要 就看你能不能干长 下面是长春的网友李霞资讯 现在有吉林王姐的培训服务吗 如何报名呢 有 现在各个县的复联 那么开展四节 或者四节培训吗 有的县正在开展王姐的培训 但是他们得跟人家 复联主任多联系 复联主任这一块 就是管这些个妇女学习的 所以如果人家县里 开展这个培训 他马上报名 然后就能参加上 等过完了这五天 你报不上名了 双阳的网友咨询 成立中介服务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如何办理手续呢 没有什么条件 只有你有场所 然后就消防合格 然后你到工厂局 注册一个下就可以了 注册完了以后 回来你就开始办你就行了 大安的网友老蔡咨询 大安地区有合作社 带头人的培训班吗 大安地区也有 在这个农广校啊 还有在农集校 还有农业站 只有三个地方 都有这样的培训班 那么愿意去的话 直接报名就行 但是我估计 现在这培训班已经完事了 因为12月 然后我们下注力 我们下注力 转发送 我们下注力 进行 我们下注力 肯定 我们下注力